这一题题目所给的是新离子的还原电位 和同离子的还原电位 不过题目先做一下修正 这边新离子的还原电位的部分 少了一个负号 少了一个负号 所以把它先更正上去 这题目本身的错误 接下来两个给的都是还原电位 那题目要求的是完整的一个新铜电池的电压 所以A选项 我们来求这一个完整电池的电压的时候 要用阴极的同离子的还原电位 减掉阳极的还原电位 负的0.76 所以算出来是1.1伏特 A选项是对的 B选项在新的地方加入少量的氢氧化钠的时候 会让新离子产生沉淀 然后反应会向右 这时候它的电压就会增加 第三个 C选项两个半电池都加蒸馏水等比例的稀释 等比例稀释的话 新离子的浓度下降 铜离子浓度下降 那整个反应里面只有这两个是水溶液 那系数也相同 所以它的反应不变 反应不移动不改变 那这时候的电压也就跟着不变 所以第三个错 第四个 铜离子里面加入新离子的时候 在铜离子里面就加的情况之下 它会直接跟铜离子发生反应 而不会通过外电流的关系 来得到另外一个新 那另外一个新距离比较远 这时候会形成一个断路 形成一个断路 所以除了断路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思考 这边加了新离子之后 这边的铜离子会反应 那会反应 反应之后 这边的铜离子数量减少 反应的趋势会向左 电压是下降 或者 或者会形成 断路现象 那形成断路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电压会变成0 会变成0 好 再来第五个选项 我们在新的半电池加入碳酸银 新的半电池加碳酸银会产生 碳酸钠会产生碳酸新的沉电 好 所以沉电规则表在这边也会用到 不熟的同学记得回去复习一下 好 这时候电压会升高 好 所以这边我们整合出来所有选项 可以得到正确的A B 诸 三个答案